有熊出没 请大家小心 台中古关地区有妇人 在自家后方的咖啡员工作 不经意抬头一看 竟然看到了一只毛茸茸的台湾黑熊 攀附在树上休息 由于这黑熊出现的位置 距离住家仅有100公尺 吓得妇人连忙跑回家中报警 并告知附近的邻居 要小心有熊出没 东市领馆出货报之后 也成立了紧急应变小组 提供居民防熊的用具 也加强巡逻 咖啡员后方大树上 一团毛茸茸的黑色物体 攀附在上头 还不时移动位置 民众边录影边惊呼 因为他们看到的 正是一只台湾黑熊 还在 你看 小黑熊啦 小黑熊 它是这样拉的 这样子对对对 影片的演员就在台中古关 石文西部落 这棵将近五六层楼高的 午夜松上 上午重回现场 黑熊已经离开 我在采咖啡的时候 有人在叫 然后我们就下去 他就跟我们讲说 他没有狗熊 很像在暴树 可是那个 他的这个椰子有在晃 我们就不敢上来了 莫及民众说 当时在自家后方的咖啡员工作 不仅一抬头一看 竟然看到一只台湾黑熊 在树上休息 因为黑熊的位置 距离住家仅有一百公尺 夏楼夫人连忙跑回家中 药先生赶紧报警 原警在场监看多时 因为天色昏暗 黑影均无动静 无法确认是否为黑熊 日动员十八人 于农园的附近 架设了两台 红外线自动照相机 那也派员呢 在登山口的附近 进行宣导 发送熊林 黑熊触摸在部落附近 转载研判 应该是目前证实 田氏和蜜苹果的产迹 黑熊才会被吸引前来踩石 领馆处也提醒 民众不要架设陷阱 避免造成黑熊受伤 如果与黑熊步步起而遇 切勿大叫奔跑 应保持冷静 还不退后离开 确保安全 记得中部做么的 南投紫南宫 正月初一发钱母的活动 已经连续举办十年了 而今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而停办 但是庙方认为 现阶段台湾的疫情受到控制 于是宣布明年虎年 将会恢复活动 不过也有严格的规定 民众得戴好口罩 才能领钱母 而往年只要排队 就可以领到的 姜母茶跟点心 则是怕民众会脱下口罩饮食 明年决定停发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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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队要领钱母的人龙 绵延数百公尺 这是去年的盛况 但幸运疫情影响 今年停办 不过庙方认为 国内疫情趋缓 将在明年恢复举办 一年一度的 子男公发钱母活动 让不少信众都很期待 哎呀 为什么不来 一句话啦 生死有命啊 富贵在天啊 我在怕的 代表我们台湾文化的东西 所以一定要来支持 他有办的话会想办 但是疫情 比较不好的话 建议还是不要办 注射疫苗 大部分都已经打好了 应该还好 2021年各行各业 都受到疫情不小的冲击 就连南投子男公 也决定暂时停办 已经连续举办十年的 正初一发前母活动 让不少人都很遗憾 感觉过年少了那么一点味道 不过好消息是 明年五年庙会盛事将如期举办 只是防疫规格 也将大升级 让大家不要排那么久 不要排那么紧 就是把记忆拉长 再来就是我们每年都会花点心 给大家吃吧 吃东西就会把口罩拿下来 所以我们坚然就不花了 严格遵守防疫规定 想要领前母就必须戴口罩 国内疫情虽然看似趋缓 不过民众出门在外 还是得小心再小心 姐 郑如成南投报道 台南正统路尔门圣母庙 庙店设计神似北京紫禁城 常常吸引亲人前来拍婚纱照 而庙方索性就把旧有的厢房给赶建 设计出了宫廷古风的摄影棚 并且提供服装的租借 在疫情期间不用在室外跟过多人接触 也可以来拍美照 借此吸引了很多年轻人走进传统庙宇 幻上古装仿佛穿越时空回到古代 可以花园取景也能来到书房风格 瞬间转观 一定要看书 摆出各种pose搭配场景 打完角色扮演过足细影 拍照过程 桥还有专业设备 连网美专用的灯具都有 有穿越的感觉 对 穿越的感觉 帮很用心的在庙里面 腾出这个房间 然后造了很多这个土风景 专业摄影棚 其实是台南正统路尔门 圣母庙的旧厢房改建 庙店设计就像北京纸金城 庙房所幸改建厢房 设计成宫廷古风摄影棚 打造十个场景 并且提供古装汉服 场景服饰一次到位 民众拍个过瘾 还能从中体验中华文化 传统庙宇新结格 疫情期间不必与过多人群接触 就能打拍美照开创新观光 记者黄富奇台南报道 尼加拉瓜毫无预警跟台湾断交 并火速跟中国恢复建交 左朗蔡英文跟行政院长苏贞昌 都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回应 但唯独不见外交部长吴钊燮 吴钊燮昨天审影一整天之后 昨天晚间在推特上发文 强调台湾会继续自由生活 像灯塔一样屹立不摇 外界担忧是否引发断交潮 被点名的宏都拉斯 清政府也表态会继续维持 跟台湾的关系 而在这个敏感时机点 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主席 米克斯也宣布 将在明年一月访台 用具体的行动表态停台 请起动 总统蔡英文和北北桃 三位副市长同台出席 都更博览会 围绕都更迫在眉睫 然而台湾的外交处境 同样出现危机 总统面对中国打压 会不会大清造成断交潮 尼加拉瓜无预警跟台湾断交 并火速跟中国恢复建交 外界点名 宏都拉斯跟教廷这两国 恐怕也有危机 宏都拉斯新政府表态 会继续维持跟台湾的关系 但未来不排除 也可能承认中国 台湾邦交又传地震 外交部长吴钊燮 没开季节会 神隐一整天 终于到晚间 吴钊燮晚间在推特发文 面对中共军事威胁 和外交攻击 台湾将继续自由生活 像灯塔般屹立不摇 我们还是处理实质的问题 当然国际上有很多困境 这我们也晓得 但是也不是说困境 我们就每天自己打自己人 所以我也不会再用 什么尼加拉瓜断交 就要趁机要打外交部长 打的 我也觉得不用 这个国际上 我们就是有这个困境 只是说在这个困境之下 我们去找一条路 继续生存下去 等待机会而已 柯文哲缓夹 台湾要走出去 的确有困境 而美国众议院 外交委员会主席米克斯 也规划在明年1月访台 用具体行动表态 力挺台湾 记者林晨杰 大台北报道